大家好,我是探长K,欢迎回到补影大案局 相信看过捍卫任务的小伙伴 一定会对里面沉稳睿、温文尔雅的温斯顿有着深刻印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他拿起武器亲自上阵,会是怎样的场面呢? 这便是RK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犯罪区044号档案 由伊恩·麦克·肖恩主演的2024年最新影片《美国之星》 维尔逊是一名经验劳道的杀手 这天他接到任务,前往位于西班牙的富艾特文图拉岛 解决一个素未谋面的目标 维尔逊只当这是一次寻常任务,毫不犹豫便搭乘飞机赶来 在根据照片确定目标样貌后 他拿出手枪,悄无声息地摸进房屋 习惯性检查请屋内布局 这时,一阵机车的引擎声从外界传来 维尔逊连忙关上房门,四季待发 可等他透过门缝观察,却发现近来一个青春靓丽的女人 显然并非目标 女人将一样东西放进盒子里,随后便跳进后院泳池 这样的变故让维尔逊有些措手不及 只好先离开房屋 他联系上杀手公司,指责对方情报有误 并决定暂时留在岛上,等新情报送来再进行任务 于是维尔逊驾车来到当地豪华酒店 就在他前往自己的房间时 忽然发现走廊里坐着一个小男孩 屋内还传来男女的争吵声 看来,这个男孩的家庭并不和睦 维尔逊没有理会他求助的目光 静止走进自己房间 夜幕降临,维尔逊来到阳台打发时间 却看到那男孩独自在泳池玩耍 孤独的身影引起维尔逊的注意 让他对男孩产生一丝好奇 而男孩也同样盯上维尔逊 隔天吃饭时静静看着他 搞得维尔逊很不习惯 只能再度选择无事 等到天色见暗,维尔逊在镇子上四处闲逛 忽然注意到一个招揽生意的男人 他主动搭话,得知不远处有一家酒吧 闲着没事的维尔逊决定去看看 那红蓝相间的招牌仿佛拥有魔力 诱惑着他进去看看 但更吸引维尔逊的却是一旁停放的机车 他看出这正是昨天目标价外的那辆 显然,那青春靓丽的女人就在酒吧里 一想到这儿,维尔逊果断走了进去 他刚要玩酒,忽然注意到墙上贴着的照片 连忙向酒保询问,而酒保也没有隐瞒 表示这艘船名叫美国之星,就停在岛的另一边 说着打开地图,给维尔逊标出地点 这让维尔逊兴趣大增,决定明天去参观参观 正当他离开酒吧时,熟悉的隐情声从身后传来 维尔逊发现骑车的正是酒保 看来,这个女人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维尔逊没有理会她的道别 独自沿着寂静的公路朝酒店走去 她忽然听到一阵求救声 上前打开汽车后备箱 竟发现那招揽顾客的男人被关在里面 男人下来后一边道谢,一边朝周围破口大骂 随后拿出一包违禁品要送给维尔逊 维尔逊连连拒绝,却也对这个小岛更加好奇 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奇遇 次日清晨,维尔逊吃着早饭研究起地图 那男孩忽然戴着潜水镜出现在他面前 询问他为什么穿得如此正式 根本不像来旅游的人 还没等维尔逊解释 男孩的母亲便叫他回去 维尔逊也从话里得知 男孩名叫麦克斯 二人告别后 维尔逊驾车朝倒到另一边赶去 决定一睹美国之星的真容 行驶间,他忽然发现身后出现一辆黑车 对方不紧不慢,静静为虽 这让维尔逊心头一紧 猜测起驾驶员的身份 可还没等他有所反应 黑车突然加速,鸣着喇叭超过维尔逊 这举动可以说是在摊牌了 但维尔逊却不为所动 仍按照计划前往美国之星所在的海滩 然而等他抵达 却只看到蔚蓝的海水 洁白的蓝天 至于照片里的大船则毫无踪影 维尔逊顿时懵了 自己明明根据地图走的 怎么什么都没有呢 正当他疑惑之际 刚才那辆黑车再度出现 这次车上下来一个男人 大摇大摆地朝维尔逊走来 在看清对方样貌后 维尔逊无比惊喜 联盟将男人搂入怀中 原来他是维尔逊战友的儿子 瑞安 同时也是杀手公司的一份子 瑞安对维尔逊留在岛上的决定 颇为疑惑 在他看来 这里没有半点吸引人的地方 维尔逊没有解释 只是意味深长地表示 我喜欢 这句话彻底毒死瑞安的好奇 他也不再多说什么 与维尔逊一同来到海边餐厅 享受午饭 二人聊起瑞安离世的父亲 和独自在家的母亲 说完这些 瑞安忽然话锋一转 提起维尔逊仍属于公司 劝他最好听从命令 但维尔逊的脸色却变了 摇头表示 这次不一样 他决定做出些改变 见此清景 瑞安也不再强求 同意让维尔逊继续留在岛上 全当是来度假 因为目标几天后就会返回 到时维尔逊还是要执行任务 分别之际 瑞安劝维尔逊买几件花衬衫 至少打扮得像一个游客 维尔逊也听从建议 主动来到服装店 就在他挑选衣服时 那女酒宝突然出现 笑着说 花衬衫不是维尔逊的风格 这句话 让维尔逊成功打消买衣服的决定 接着他主动提起 自己几天没有找到美国之星 球宝一听 明白他一定是去错地方了 便表示可以陪同前往 随后介绍自己名叫诺拉 和维尔逊相约明天下午碰面 维尔逊没想到 这次出行不但遇到故人 还结交了新朋友 一时间心情大好 回到酒店发现 麦克斯仍坐在走廊 便主动与他攀谈起来 在得知维尔逊没有泳衣后 麦克斯好奇询问他 是不是不会游泳 这句话激起维尔逊的好胜心 主动表示 自己不仅会游泳 还曾经跳过伞 这下轮到麦克斯惊讶了 满脸崇拜的询问维尔逊 跳伞是什么感觉 但维尔逊懒得继续废话 转身走进房间 他刚回屋 忽然发现 床上放着一个巧克力 便打算送给麦克斯 然而麦克斯同样回到房间 只留玩具士兵吊在地上 维尔逊只好把巧克力塞进嘴里 带着玩具士兵返回 找机会还给麦克斯 次日下午 诺拉准时出现在酒店 维尔逊带着他再度驶向岛的另一边 路上二人一言不发 气氛颇为尴尬 最终还是诺拉忍不住 询问他为什么要来这里 维尔逊自然不会说实话 便谎称是有人推荐 随后把同样的问题抛给诺拉 得知诺拉曾在伦敦生活 如今已经来到八年 和身为房产经纪人的母亲住在一起 交谈间 他们已经来到昨天那片海滩 这次维尔逊按照诺拉的指引 转向岛口的另一边 最终停在道路尽头 二人下车徒步前行 走过一片荒凉地带 等来到海滩 维尔逊脸上突然写满震惊 甚至摘下一直戴着的墨镜 因为前方正静静矗立着 他心心念念的美国之星 诺拉顺势讲起这艘船的历史 他本是一座海上酒店 却因为风暴断成两半 最终搁浅于此 惨遭废弃 维尔逊看着那庞大的轮船 已经被震撼到说不出话 只觉自己在他面前 像只蚂蚁般渺小 而随着诺拉的讲述 维尔逊又发现 这艘船的年纪和自己差不多大 不由得一枕心虚 他们都是被时代抛弃的老家伙 就在这时 一道令人心气的尖锐之声传来 那搁浅几十年的美国之星 竟缓缓向大海歪去 看来已经岌岌可危 与风中残住般的威尔逊更加相似 诺拉没想到 此番前来还能看到如此奇观 决定和威尔逊去一旁的酒吧休息 闲谈间 诺拉提起岛上只有三种人 分别是本地人 游客 以及有着明确目标的人 诺拉很好奇威尔逊是哪一种 但威尔逊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只能前往卫生间躲避话题 可等他再度返回 竟发现诺拉正与瑞安谈笑风生 瑞安装作不认识威尔逊 热情地与他打招呼 威尔逊也因为不知道 瑞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没有拆穿他的谎言 二人就这样心照不宣地 在诺拉面前开始表演 尽管瑞安很快离开 但威尔逊的心却无法平静 因为他明白 这是公司的警告 回去的路上 诺拉仍在回味今天的神奇经历 不过岛上的风光 还远不止美国之星 随着诺拉让威尔逊关闭车灯 无数星星浮现在夜空中 好似洒在漆黑幕布上的钻石 闪闪发光 令人叹为观止 威尔逊沉浸在这壮丽的景象中 久久无法自拔 分别之际 诺拉主动邀请威尔逊 明天到自己家做客 并表示自己母亲很想见见他 说完不给威尔逊拒绝的机会 果断下车离开 但威尔逊的心思却不在这上面 他急忙拨通瑞安的电话 得知对方正在酒店 于是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 二人见面后 威尔逊开门见山 询问瑞安究竟有何目的 而得到的回答也和他猜测的一样 公司让瑞安留在岛上 协助完成任务 威尔逊听了 信中升起一团无名之火 当场表示不需要瑞安的帮助 但瑞安同样寸步不让 更是意味深长的提起诺拉 威胁之意异于言表 这让威尔逊更加愤怒 可他也无能为力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随着夜色褪去 睡在躺椅上的威尔逊缓缓苏醒 刚睁开眼 就看到麦克斯出现在身旁 威尔逊本不想理会 却不断听到踢球声响起 转头发现 麦克斯穿着足球队服 他瞬间来了兴致 和麦克斯打赌 自己能颠20下球 否则就给他30欧元 但威尔逊显然忘了自己的年龄 没几下足球便掉在地上 只能愿度服输 把钱交给麦克斯 不过麦克斯最关心的不是这些 他再度问起威尔逊 是不是真的跳过伞 威尔逊直接亮出伞兵刺青 证明自己没有撒谎 这让麦克斯更加崇拜 哀求威尔逊教教自己 可他的年龄实在太小 威尔逊也退役多年 只能转移话题 让麦克斯回去找妈妈 但他的话还是深深印在威尔逊信中 等回到房间 威尔逊看着塑料袋若有所思 他拿起玩具士兵 决定给麦克斯一个惊喜 随着时间来到中午 威尔逊如约前往诺拉家 他心情忐忑 拿着鲜花与美酒 像极了约会的情人 但诺拉此刻却并不在家 只有他的母亲安妮正在准备午饭 闲谈间 安妮提起 诺拉的父亲多年前抛弃他们母女 而诺拉之所以和威尔逊亲近 是因为他身上有诺拉父亲的影子 这让威尔逊心情复杂 可他还没说些什么 诺拉便已经返回 等吃完午饭 三人坐在院子里享受闲暇时光 诺拉忽然打开音响 并邀请威尔逊和母亲跳舞 显然是想撮合二人 答案您明白 威尔逊亦不在此 便趁机请求他 不要让诺拉受到伤害 欢乐的时光很快结束 威尔逊送诺拉去酒吧上班 在得知威尔逊即将离开后 诺拉的情绪忽然失控 不由自主地把他抱在怀中 这举动让威尔逊手足无措 却也十分感动 他孤身一人漂泊半生 没想到会在此刻体会到家的温暖 但威尔逊的好心情还没有持续多久 便再度发现瑞安在后方跟随 这次他忍无可忍 怒声质问瑞安 为什么缠着自己不放 不料瑞安更加气愤 直言自己跟踪的并非威尔逊 而是诺拉 说着拿出一个关于目标的信封 威尔逊打开后发现 里面是诺拉的详细资料 她竟是一名可怕的毒贩 并且还因此蹲过监狱 瑞安越说越激动 她没想到威尔逊会背叛公司 和目标关系亲近 眼看瑞安的情绪就要失控 威尔逊也不再解释什么 保证自己会尽快完成任务 到时他们就能回家 但这句话说出来轻飘飘 威尔逊的内心却再也无法平静 她独自坐在酒吧 一遍遍看着诺拉的资料 心中的痛苦逐渐加深 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威尔逊失魂落魄地回到酒店 发现麦克斯仍全缩在走廊 麦克斯一脸委屈 表示父亲已经发现了30欧元 让他把钱还给威尔逊 还说自己明天就要离开 这让威尔逊很是惊讶 主动坐在麦克斯身旁 告诉他那些钱是光明正大赢来的 怎么能还回去呢 说着又送给麦克斯30欧元 祝福他这次把钱藏好 随后威尔逊一溜烟跑回房间 拿出自己提前准备好的惊喜 他把塑料袋绑在玩具士兵上 做成麦克斯渴望的散兵 麦克斯顿时欣喜若狂 带着威尔逊来的酒店天台 二人站在护栏后 威尔逊愚重心肠地教育麦克斯 每一名士兵都应该英勇无畏 为了心中渴望的是我 即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说完 威尔逊抱起麦克斯 让他丢出手中的玩具士兵 困暗的天空下海风阵阵 士兵带着麦克斯的理想不断摇摆 最终落在泳池 完成第一次跳伞行动 但威尔逊的任务还远没有结束 隔天他主动找到诺拉 表示可以载他一程 诺拉并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 谎称要去给客户送点东西 带着威尔逊前往目标夹 这让威尔逊面色凝重 因为他明白诺拉送的是什么 随后 二人在诺拉的提议下来到海边 诺拉无比兴奋 像个孩子般冲进水里 威尔逊则坐在岸边 悄悄拿走诺拉包里的相机 竟发现他和瑞安有着亲密关系 威尔逊顿时火冒三丈 没想到自己才是被骗的那一个 当即取出储存卡坐进汽车 诺拉见状连忙跑来 他看出威尔逊情绪不对 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能先上车和他一起离开 路上威尔逊终于忍不住 拿出信封揭穿诺拉的真面目 诺拉见自己身份暴露 气急败坏地冲下汽车 朝着威尔逊破口大骂 这几天的接触 让他早已把威尔逊当成最信任的人 没想到他会调查自己 但在威尔逊心中 诺拉又何尝不重要 他只能提醒诺拉快点逃走 并忘记和自己经历的一切 威尔逊心情复杂地回到酒店 发现麦克斯一家已经离开 他刚推开门 忽然看到地上放着一个信封 里面装有60欧元 和一张散兵的蜡笔画 这让威尔逊欣慰一笑 明白自己的苦心没有白费 但紧接着他又发现一个信封 威尔逊看到里面的照片 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该来的还是来了 此刻目标夫妇已经返回 威尔逊潜入他们家 干脆利落地将二人射杀 可还不等他松口气 屋外突然响起熟悉的引擎声 正是诺拉前来送违禁品 同行的还有那晚被塞在后备箱的男人 威尔逊静静坐在客厅 警告诺拉快点离开 趁现在还有时间 但话音未落 瑞安竟从里屋走出 毫不犹豫便朝诺拉扣动扳机 随后一脸挑衅的看向威尔逊 显然早已猜到 他不忍心对诺拉下手 就在这时 那男人突然赶来 见诺拉倒地 吓得撒腿就跑 瑞安随即上前坠赶 把血铺中的诺拉留给威尔逊 威尔逊满心痛苦 一遍遍安慰诺拉 却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 劫出性命 清脆的枪声从窗外传来 瑞安已经将最后一个男人解决 但威尔逊明白 这项任务还没有完成 他找到正与母亲打电话的瑞安 面无表情地举起手枪 瑞安显然也料到这一点 他若无其事地和母亲说再见 平静迎接死亡的到来 一切尘埃落定 威尔逊驾车带着瑞安 前往美国之心搁浅的沙滩 等二人赶到 瑞安已经闭上双眼 威尔逊抱起这个视若己出的男孩 一步步朝海洋走去 二人的身影很快消失 美国之心也沉入水中 就好像它不曾存在 这段故事也没有发生 美国之心是上映于2024年的美国电影 如果以五星之来评价本片的话 RK认为角色四颗星 老戏骨伊恩麦克肖恩的演技依旧精湛 将威尔逊这个渴求内心平和的耻目杀手 演绎得入目三分 可以说完全是他自己撑起了整部戏 剧情三颗星 本片节奏平缓 再搭上优美的小岛风光 让人不知不觉便沉沦其中 而内松名为美国之心的搁浅巨轮 在RK看来 更像是威尔逊的隐喻 他漂泊一声无期无死 却和美国之心一样 停在小岛上 仿佛命运的归宿 在影片最后 威尔逊抱着瑞安的尸体消失在大海 小伙伴们觉得他会就此死去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想看的电影 也请在评论区留下片名 充分的RK一定会尽力满足小伙伴们的要求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越南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K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